这个东西了,要讲,要讲,要讲 哈喽,开始啦 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现在是傍晚7点多 相信很多人 在吃着晚餐,或是已经吃饱了 那今天呢,我是 约了一个 美女老板,老板娘 来跟我们分享 我们许如豆的见证 然后 今天为什么我会找她分享许如豆的见证呢 因为她真的是吃了有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效果 今天我们让 Ella来自我介绍一下 嗨,大家好,我是Ella 我是 自己经常做生意,现在我有 做一间汽车美容店 你在做汽车美容啦 对对对 这样我想问一下啦,为什么你 会接触到这个 许如豆呢? 因为 因为我,因为姐妮介绍给我 因为我跟她认识很多年 然后她也知道我一直有这样子的问题 然后我时常啊,就是 身上会过敏啊,有时候过敏到全身 肿,然后很严重很痒 不能去工作啊,然后有时候 跟她约好的时间,我就不能去 所以她会知道我身上有这样的问题 是什么,怎样的过敏的问题呢? 你可以给我们看一下照片吗? 可以的,就是这样子 就是好像人家讲的出缝墨这样啊? 对对对,她这种就好像医生确诊 应该是属于是寻麻疹的那种症状 她会反反复复一直发作 在医学名字方面呢,是叫寻麻疹 对,然后为什么你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多久了呢?这个问题 有七八年的时间啊 因为有看过西医,也看过中医条理 然后西医的医生是说 这种寻麻疹是没有药可以直接医治的 只能够开那些过敏药或是打针 然后控制她不会再 我就少一点发作 可是我今天吃了药好了 然后明天后天可能她会又反复 又又会 不能断根 对,不能不能 七八年了 蜂墨是不能断根的 对,不能 因为我本身也是有出过蜂墨 所以我知道不能断根 大致上呢,其实寻麻疹啊 蜂墨的东西是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下降 可能生活作息不好啊 然后生活不规律 日月颠倒 然后会导致我们的免疫系统下降 然后就会出蜂墨 通常在出蜂墨的时候啦 大多数都是人很累了 已经是 可能已经是透支了的情况下 来出蜂墨 So,你现在吃了这个 许如多啦 大概吃了多久 我吃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 那时候刚刚新品还没有发布之前 然后你就讲 哎,现在有这个新的好的产品了 你可以试一下 然后我就拿来吃 我记得那天早上的时候 我也是身上过敏 我手这边 是手臂 这边全部都是 然后 对,然后就吃了你给我的这个许罗多 我吃了一包下去 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 它就全部退掉了 这样子的一包 对 你怎样吃呢 我就把它拆开 我就把它拆开 然后整包这样子粉倒下去 然后喝点水 什么味道 好像葡萄一样的甜甜酸酸的味道 对对对,它是蓝莓口味的 对对对 然后我想知道 那当你在皮肤敏感的时候 就是你在养着的时候 你吃了这个下去 大概多久它就会好呢 半个小时里面它都会 反正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里面 它就会自动退掉 平常说如果我每一次过敏的时候 就是我这么多年的经验 只要我过敏的时候 如果我不吃西药来一粒 就是那种小小粒的那种一排的那种 专门治疗过敏的 如果我不吃这个药 它就会全身一直肿 从头到脚底 一直一直肿 粘片粘片的肿 就这种痒啊 起了小样疙瘩 这样子的一个一个 对,刚开始是手 然后到脖子 然后到前面 胸前肚子 背后腿 什么全部 我知道那个痛苦 对很痛苦了 痒到不能够睡觉 就是你一定要 要么就吃一颗西药 然后或者是你去医院打一针 它才会慢慢推下去 可是那个药一吃了 你就会要睡觉 根本就不能出门 对 一直睡觉 就会全身没力量 讲话也没力气 就要睡觉了 一睡就睡了 差不多十几个小时那种感觉 对对对 因为这个针我也是打过一次 我打过一次 我就觉得很恐怖 这个针 我觉得肯定很伤我们的身体 所以我每次很 就控制忍住给它养 就不要吃 可是都不行 因为它一直 反复反复的整身都是 对对对 这样你大致上是 在一个星期啦 你会发作几次呢 这个风沫 大概两三次吧 一个月 严重的时候有时候太忙啊 可能我们自己的身体的 就是免疫力下降 然后我自己不知道 我就会有时候晚上睡觉 早上起来 然后它就有了 有时候一个星期两三天 有时候一个星期四五次都有 对 好夸张哦 一个星期三次到四五次都有 出风沫 我久久一年出一次 我都已经不能够忍了 对 其实打那个针啊 讲真的 它是打下去了 它一下子它就会 好像进入要睡觉的那个情况 然后就整身软软 不能够做工 真的是不能够做工的 医生一定开MC给你的 不能够上班 对 他会讲说你不能驾车 不能出去 不能怎么样怎么样 对对对 然后那个针 一打下去 真的是马上见效 但是不能断根的 然后医生也是有讲说 这个药还是少一点吃 毕竟它会有很多副作用西药嘛 然后但是我没办法 我痒啊 然后我全身都肿啊 所以就是那种一颗一颗的 好像蚊子咬那种风湿疙瘩这样子 全身都是 你只能吃让它退下去 要不然的话你就 你不吃药 它就一直这样子 然后你要等到 几天时间 还有可能它会从里面 腫到我的眼 我的脸上 腫到我眼睛或者嘴巴的时候 你那时候有见过一次 对不对 眼睛腫嘴巴腫 哎呦 那个真的是三四天 就不能出门了 是是是是 我最怕的 不能够见人的 我试过腫到哦 我自己看镜子 我自己吓到 好像另外一个人去哦 很可怕 很可怕的 现在你吃了 总共吃了多久 还有吃了几盒咧 嗯 这个产品 心上是当时你拿给我 应该只吃了一盒 差不多吧 吃了一盒 对 这样你现在目前啊 已经多久没有再发作了 嗯 嗯 嗯 一月到现在吧 一月头到现在 因为我十二月吃嘛 到现在 我觉得应该有 一两个礼拜的时间 大概有两个星期的时间 已经没有再发作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个已经是 很很好的 对来讲是 好像我的救命药这样 救命药 不生活啊 要带着走 对对对 这样你有没有 你吃了这么好 你有没有推荐给身边的朋友呢 啊有 因为我亲姐姐也是有这样子的问题 然后他 我记得我小时候 他身上就是这样子过敏 我还说你 你怎么身上 起那么大个风势疙瘩 怎么会这样子 然后他就是 从我小时候他 那个时候过敏 到现在他的身体 还是一直这样子过敏的 还是会这样 对他一直 他不会断根 不会不会好的 一直到现在多少年了 所以这个药 一出我自己吃了好之后 我就马上推荐给我姐姐 还有我的 在马来西亚这些朋友 他们也是 都是被这个病魔困扰的 那些 那些 人群 跟我一样的 一样问题的对 就是当你看到别人 有跟你同样的问题的时候 你肯定是一定会分享给他知道 对 因为我们经历过那个痛苦 我们就觉得 这个痒 跟那个 那个痛苦真的是很难顶 所以我们会介绍给 认识的朋友 对对对 第一时间就介绍了 因为 我们自己吃了之后觉得好 就马上跟我一样的 他们也是一直在找着这样子的问题 比如他们看西药 看西医 然后去找中药来喝 都已经试过很多方子了 都跟我一样 找遍天下所有的一些 那些宜兰杂症的一些方法 看怎样可以医治这个问题 都是无药 没有药 可以断根的 对对对对 真的是很难找到 根治的方法 毕竟好像比如说 人家试了西医啊 中医啊 好像我之前听你讲 你喝了很多中药西药都 对对对对 有时候我还是去中国开那些中药 比如说一包 然后或者是五包 多少个疗程 然后竟然千块那样子 然后就是包了之后来喝的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效果 没有什么效果 还是一样会发作 你还有什么见证想要分享的吗 见证 还有什么东西要分享的吗 就是我希望说 像现在的这个 这个像跟我一样有这种问题的朋友 可以去尝试一下吃这个西洛多 因为这个产品真的会可以帮助我们 减轻我们现在的这个痛苦跟麻烦 然后希望像我一样这样子 有这个有皮肤皮肤问题 和这个皮肤过敏的这种 这种问题的朋友呢 可以找到像俱乐多这样好的福音 谢谢大家 OK这样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啦 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